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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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包博 我是文 我們今天要從23區唯一的溪谷 等等利溪谷 一路走到二子玉川的散步行程 我們首先要從等等利車站出發 我們中午來吃這家可以看到 等等利溪谷的餐廳 AUTO AUTO是一家當地知名的義式料理餐廳 中午餐價格大約1500到2000日元左右 吃飽飯之後 我們可以直接從這邊到西埔去囉 這地方的春夏秋冬都有各種不同的景色 那包博呢在夏天的時候 也跟東橋朋友一遇來過這邊喔 夏天的時候不妨來試試看 雪月花日式甜點的抹茶剌冰 下天的時候不妨來試試看 雪月花日式甜點的抹茶剌冰 在這個溪谷的至高點 往那邊看過去可以看到橫冰 我們溪谷已經掛完了幾條去二子玉川 我們往二子玉川路上經過了一個很漂亮的河濱公園 這個河濱公園叫做多摩川遊園 從登德利西谷走到二子玉川大約二十分鐘左右 那大家看到後面這個大樓的方向就是二子玉川 我們來到公園的時候剛好趕上可以看夕陽的時間 公園還有一個小小的區域是日式庭園 二子玉川這邊是近幾年急速活化的一個區域 所以保護公司很多生活技能也很好 那這邊雖然離東京都心稍微遠一點 不過呢很適合想要遊災逛街的人喔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靠近車站的地方了 可以看到兩邊都是商場 那在我右手邊的這個就是樂天的大樓 我時候放的就是超好逛的鳥屋家店 那我們就帶大家在車站的附近走走吧 這個高島屋的頂樓啊 室外的造景跟燈飾做得非常漂亮 以上就是從等等立西谷走到二子玉川的散步友啦 我是寶寶 吃完了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intensity 溫似的 感谢观看